由赵路斯、乌雷领衔主演的《星汉灿烂》开播了 流量小生加小花的配置让很多人期待不已 不过街道梦华路也对这部剧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星汉灿烂》讲述的是因战乱自由被父母留在祖母身边 成为留守儿童的成少商 为了活命掩盖锋芒、委屈成长 与新第一子林不宜相知相爱后不断变化 与家庭和解并携手化解国家危机成就佳化的故事 很多观众看这部剧首先关注的就是服装问题 因为在开播前《星汉灿烂》放出的预告和定装照中 就被网友捕捉到服饰窝蜂化的问题 引发了不小的舆论 主角腰带上打结的装饰并不是中国传统搭配 窝蜂感倒是十足 被指出问题后《星汉灿烂》剧组也反应迅速 立刻对发布过的视频进行了编辑 将引起争议的部分去掉了 当时还有传闻说后期正在连夜加工 要把剧中所有窝蜂服饰消除或掩盖掉 不让观众们再看到 从首播内容来看确实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画面 不知道是不是后期操劳的结果 然而过于明显的抠图画面着实尴尬 看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以实现的场景 何必呢? 《星汉灿烂》的滤镜也是非常之厚 镜头下主角的脸真是磨皮到不能再磨 但即便这样 伍磊的颜值仍然出了翻车事故 不知道是不是减肥过度的原因 伍磊的脸部凹陷非常严重 看起来疲惫又没有元气 全然不同以往少年感十足的形象 好像凭空老了好多岁 皮包骨的既视感也让他的脸部线条看起来很奇怪 在某些角度下还有坑坑洼洼的感觉 甚至在一些死亡角度下 伍磊看上去生气全无 脸歪歪扭扭的还没有上嘴唇线条 好像一个大病出狱的虚弱的人 对于将军这种角色设定来说差了点气势 不仅如此 两位主演的表演也受到了很多质疑 演技称不上惊喜 台词也是十分拉胯 无垒的很多镜头看上去太端着 耿着脖子非常不自然 赵露丝被吐槽讲话有气无力 声音不清楚 同样音量比其他演员声音小很多 反而是一些配角十分惊喜 比如曾黎饰演的萧原一 大美人的经验感狠狠拿捏 一出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让人直呼妈妈比女儿年轻漂亮太多了 还有久违露面的徐娇 就是看着莫名其妙沧桑 从剧情方面来看 星汉灿烂也是草点不少 首先备受网友吐槽的就是节奏问题 剧情节奏太拖沓 看了一整集感觉信息好少 慢镜头多得离谱 实在是消耗人的耐性 自以为搞笑的部分 其实也让很多观众感到尴尬 过于小儿科的宅斗也越看越无聊 这样四不像的呈现风格让很多人质疑 这部剧到底想走什么风格 当然也有一些观众对星汉灿烂表示了认可 毕竟大家的审美和口味都各有不同 不过总的来说从网友们的反馈来看 星汉灿烂应该是没有达到预期水平 不知道口碑能否在后续实现逆转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好了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